点灯的意义 我们应如何点灯才是最出圣的呢? 佛陀出现于世间 给在黑暗中摸索 迷失的众生 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没有正法的世间 就像黑暗一样 众生无法脱离无名所带来的苦恼与痛苦 无名是对四圣地的不知 而佛陀的法犹如光明般 引导这世间的云云众生灭乎 透彻知见自然界的真相 本着不忍众生苦的情怀 佛陀在波罗奈城附近的路影院 魏乔晨儒等古人初转法轮 宣说宗道、四圣地和八正道 亦是佛陀的第一步经 转法轮经 此后正法留步于世间 众生都因此有了得度的因缘 让我们以一颗最恭敬的心感恩佛陀 同时意念佛陀俗胜的功德 依教奉行实践以体证佛陀的教法 四圣地 直到一切无名烦恼断除为止 这将是对佛陀最高的礼敬 同时也能为世间注入一份光明 正念的点灯 并且内心知道自己在点灯 灯象征着光明、智慧 点灯的时候记得八愿 愿此功德让我们与光明相应 在心里生起了光明和智慧 也在日常时时保持内心光明 把一切的迷惑消除 蜡烛象征着一种奉献精神 短暂的人生 好比烛光那般脆弱渺小 我们来了又走了 若能在有限的生命期里 如蜡烛般燃烧自己 的同时也现出光芒 为世人留下光明和温暖 甚至带给世人真慧 法的真慧 那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啊 愿我们能够向佛 毕之佛阿罗汉门 自己朝往解脱 也引导别人朝往解脱 在生命的终点站 把轮回的因缘全都烧尽 就有如灯的熄灭 苦也熄灭 最终能在朝往解脱的道路上 跳出轮回 彻底的得到解脱 又能帮助他人解脱 那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啊 你的心倾向什么 你的生命就会往那方面努力发展 而你所倾向的东西 也会逐渐走进你的生命 愿以此功德 断除一切苦因 培育一切清净快乐的因 让我们和每个人的生命 都找到幸福 快乐 安稳当你的倾向 你许愿能导上一切苦的窒息 再加上你有布施 池叶 产修的功德 愿的力量和功德扣在一起 力量就增强了 愿我多了解自然界的法则 愿我能找到生命的答案 愿我有智慧知道快乐的因 时封微塞节 让我们以真诚的心来使愿 愿我们意念佛陀的功德 让自己的心亮起来 愿我有智慧找到快乐之道 让我们带给自己快乐 也带给周围的人更多的快乐 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 皆能如法 皆能实现 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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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